阿~~羅哈的親民喵咪打 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的話呢 哲兵起了一個蠻早的喔 所以是在我們這個11點的以前 就是已經就是在錄影片了 那基本上貓戰的話就是一個日的這個換日啦 都是在我們就是那個早上11點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那個帥哥卡池啊 這個黑暗英雄閃電傑克 那只剩下15分鐘的時間可以抽了喔 那我們就先來去搞定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金券 然後再來試一下我們這個 最後一波的這個手氣吧喔 那金券的話基本上可以打這個每天的這個 就是貓力打這邊的關卡 那你可以打我們這邊的這個鋼鐵的臉哥 跟我們這個鋼鐵的這個紙墊盒馬喔 那你要打贏這個關卡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蠻多張的這個貓咪銀券喔 那貓咪銀券的話就是去抽我們那個貓咪銀券轉蛋的話呢 他是只要抽到藍色豬豬 藍色豬豬五顆的話就可以換一張金券喔 所以就也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這個投資喔 每天刷一點每天刷一點的話基本上也是會 累積的這個不錯多的這個銀券喔 或是打一些關卡的話基本上也可以得到 然後得到銀券的話呢 就可以換到金券 然後來試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手氣喔 那基本上的話 就是金券的話就是 在沒有超級必中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拿他來去抽一下貓咪的角色 那貓咪的話基本上就算不是超級貓貓 你抽一般的貓貓的話呢 你也是可以把他疊加起來練起來 其實對 就是在通關來說的話 都會造成一些不錯的一些效果 然後 就算那個什麼啊 就是你已經把麻木升滿的話呢 你也是可以就是拿來換NP喔 因為這遊戲目前來說的話 NP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來說那個誰啊 阿基拉 阿基拉還在努力看一下要怎麼樣 就是才可以就是把他那個 升高一點點好不好 所以阿基拉 到時候就是一般的這個本人升起來之後的話 大家好像就會說就是 他好像就會變成就是 再更猛一點點的感覺喔 所以到時候的話我們就看一下 什麼時候能夠讓我們阿基拉 這個本人給他滿滿滿 好那這邊的話 最多的就是這個臉哥了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每天的話 一定要刷 那以前的話是在那個 半夜12點的時候才會開啟這個關卡喔 然後現在基本上已經是 全天候開放了喔 算是給大家一個 可以刷刷的這個福音 而且裡面的話也不只只有可以刷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貓咪銀券啦 連經驗值阿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薄荷那些 好像也可以刷這樣子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就是 欸 呃 沒有在那個時間點出現的一些挑戰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來玩玩看 也可以來挑戰這樣的感覺囉 好 紫丁和瑪這邊才給一張耶 太小氣鬼了吧 小氣鬼紫電荷嘛 一張怎麼夠 起碼也要兩張吧是不是 超級鋼鐵降臨喔 好 繼續走起 肉骨獸噴起來 沒問題 那基本上這邊都只會打就是那個 就是 臉哥關卡跟我們這個紫電荷馬 因為這兩關的話基本上 拿的比較多 那基本上總共來說 我們的這個銀券關卡是有三關的喔 就是還有另外一個那個貓咪券機會喔 那個好像就是 普通的這個荷馬的喔 那我們這個紫電荷馬的話 他是可以打三次 然後我們那個 臉哥的話是可以打兩次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都基本上他只能拿到一張的話 那另外一個是不是也是拿到一張啊 那如果這樣換算起來的話 是不是 打前面那一關好像是不是比較賺 但其實還好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消耗的都是這個喵莉達啦 那如果你 喵莉達沒有什麼在用的話呢 那基本上都是 拿來打這些關卡喔 要不然就是要去 用到那個加碼多多身上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大概就是 這關卡都是耗掉我們這個 喵莉達C跟B吧 就是 比較常耗的是這個 然後 加速我們關卡進程 跟就是那個其他的 好像都是我們那個喵莉達A這樣的概念喔 好 打完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這個貓咪券機會 看一下喔 有時候啦喔 所以他是 有時候可以獲得 然後他是吃這個喵莉達A 所以 基本上哲平都不太會用這個 因為 喵莉達A很重要啊 我都是拿他來就是 急速通關的喔 好 那我們就打到這邊 然後 目前來說的話呢 能夠那個什麼 你如果拿到貓咪贏券呢 大概也就只有這個關卡吧 目前 就是我們能夠打的 所以你慢慢的就是 每一次都一直不斷累積我們這個貓咪贏券啦 你就可以就是在我們就是 需要那個 金券的時候 或是需要更多的這個就是 小貓咪的時候呢 可以就是去 呃 我們那個貓咪贏券那邊做一波抽取這樣子喔 拜託了拜託了 今天哲平都 特別起了一個大早喔 那個 最後一次的這個卡池的這個 嘗試 我們已經抽了一千五百了 然後 十抽 十一抽是抽到了那個 就是 西元寺碼對不對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兔女郎對不對 那看一下今天到底有沒有機會了喔 那平常這個任務的話也可以來解一下 就是這個貓咪任務 然後裡面都有蠻多一些就是這個有沒有 都蠻多這個銀券可以拿的 那是什麼 日鏡斗金啊 日鏡斗金活動 打一打好像 也是會有那個 也是會有我們就是那個 欸 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貓咪銀券 打一下打一下 平常都 因為這些關卡有一些我就已經打過了 然後我也沒有缺一些什麼經驗值 或是中西偶 我就 我就不會再去打這些關卡這樣子 那打這些關卡基本上 他偶爾還是會有一些任務可以給你做啦 所以你還是就是 有時間的話就多多打打喔 這個 不會有什麼損失 尤其是貓咪的活動啊 有一些基本上就是 會重置啊 就是 把以前有的活動就是再拿出來這樣感覺 那 大家如果就是 想要就是拿這些獎勵的話呢 這都可以拿的 不要覺得就是 唉唷是舊的東西沒辦法挑戰 這個貓咪每一次活動的話都會給蠻多一些就是 額外的這個嘉獎 對免費仔來說是個福音啦各位 哇這個關卡是不是應該要用那個 打鋼鐵敵人的來打 這看起來黃金的應該是滿鋼鐵敵人的吧是不是 幾家歡樂幾家愁 黃金駝鳥 很硬邦邦欸我的天 這看起來應該 百分之差不多87%應該是要用那個 打那個鋼鐵敵人的 但好像也不用一定要就是會心一體打下去 他們還是 滿容易被打死 這個黃金的不知道是不是鋼鐵敵人就死了 喔沒問題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呢想要嘗試那最簡單了喔 我們就是直接 用一下鋼鐵敵人隊伍來 怕跨買疊就知道了喔 那打完這個關卡大概打個五關吧 他應該就會給你就是那個 那些完成任務的東西 因為他剛剛有說就是你打完幾關之後的話 他就會給你就是完成這個任務這樣子 來我們來看看一下喔 看一下他們是不是鋼鐵敵人 是嗎 好像不是耶 因為他這邊會心一擊了一下好像 也沒有死的很快喔 有沒有發現嗎 所以他感覺好像 好像也不是一定要用這個會心一擊打的這個角色 欸 啊那個 黃金的那個鋼鳥好像就是了 好像這鋼鳥是鋼鐵的 因為他確實也有鋼鐵的這個身體 就這個黃金鋼鳥好像是鋼鐵敵人 喔 沒關係我們直接 越過他們直接越塔強殺 然後目前來說你打這個關卡的話 還可以獲得這個 招補轉彈券啦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既然來說的話 刷這個關卡都是 不錯的喔 都是不錯的 好 那我們待會刷完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來去看一下這個貓咪 銀券喔 因為再這樣刷下去的話 時間感覺快不夠了喔 11點快要來襲了各位 看一下究竟能不能在這個 最後的環節啊 把我們這個閃電捷克帶回家 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玩 但是帥地程度一定是帥的喔 沒什麽話說 來 看一下這樣能夠再刷個幾張 招夫轉彈券應該是沒辦法轉到那個什麽銀券或什麽東西的吧 任務的話 沒有欸 哇 他一個要5阿 然後一個要死阿 好吧 我們來個速刷環節好了好不好 速刷速速刷 最後7分鐘好不好 我們刷個6分鐘 把這個關卡刷掉 速刷速刷好不好 那基本上我也只會再多拿個3張而已啊 但是3張有可能就多了3顆這個球球好不好 3顆球球搞不好就可以多換有沒有 多換一張金券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的啦喔 周啟毅 極佳歡樂極佳仇 那目前來說大家應該就是那個吧 就是因為這關卡大家就是大佬們一定都已經打過了 那你們平常的話 遇到這些關卡你們還會刷嗎 還是你們就是 連獎勵都不拿了 因為像我以前的話 基本上我是一個那個 就是靠罐頭為生的人喔 就是沒有罐頭就買 但是現在基本上情況不太允許喔 所以我就必須 你要來打一點這種東西了 多打多打 來來來 刷滿 刷滿10次 互怕互 速刷起來 速刷起來 結果就不要到時候 我就是在那邊抽那個貓咪贏券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結果突然時間到點了 然後我們就沒有辦法抽那個閃電傑克了 最後一秒啦 來了 最後一秒 壓秒直接來開抽 之前我好像也很少 因為我起不來 我通常睡覺時間的話 都是那個 都是那個什麼 都是早上的五六點 然後起床時間都是 中午的這個 12點或是1點這樣子 我手機都沒電了耶 會不會到時候 哇我很怕耶 我覺得我還是先 先去抽一抽好了 打到一半的手機沒電那更慘 你什麼事情都 沒辦法做 那好像會更慘耶 Oh my god 天哪 快快快快快快 能刷多少是多少了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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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能刷多少是多少了 我記得貓咪的招服轉彈券好像是沒辦法抽那個什麼啊 沒辦法抽我們那個貓眼石的嗎 稍微比較可惜 因為如果招服轉彈券可以抽貓眼石的話 待會去看一下好了 如果他可以抽貓眼石的話 我這幾天應該都要瘋狂刷這個日鏡斗機的這個關卡 然後我要用這個貓咪招服轉彈券去刷那個貓眼石 好可以 快快快快快 他有時候還會不給耶 我的天 剩幾個了 任務任務 這邊五個 然後 還有 喔另外一個餓死了不行不行 另外一個餓死我決定打不起來 那我們這邊就是一樣這樣子走起 然後 我們剩兩場 速刷速刷 速刷速刷 然後等待我們就是那個 更新時間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 再有新版本 不過最近才剛出新角啦 所以 新的版本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來 很想要打後面的這個真傳奇關卡了 好刷爛刷爛 粉紅色超級速 再來再來再來 喔 最後一場 來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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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好運給我好運 總共來說我們這樣會拿到差不多82張的這個銀券 那82張銀券的話 保底的話呢 如果82張全部都是豬豬的話 但是82顆豬豬除以5的話 大概是515 十幾張金券啊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就是那個啦 不太可能十幾張金券的 好 各位 來 今天的重頭戲來了 這個 壓秒抽抽 82張的這個貓秘銀券 先看一下 招呼轉戰券 這邊的這個 東西 對 它是小小貓系列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最近不是都在打解放嗎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的要解放 然後要讓小小貓更厲害的話 基本上就是 要一直刷這個招呼轉戰券喔 那你們有在用我們的這個小小貓嗎 你們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哇靠 哭了 哇 滿滿的都是我們這個基本貓貓啊 有點完蛋 現在記得我們貓貓的話 基本上要練起來的話大概就只有那個嘛 貓咪超人 需要更多的這個 它自己 因為貓咪超人我們之前比較少在抽它 因為它算是後面加入的這個生地軍了 所以 所以真的比較需要的話應該就是抽這個貓咪超人 那其他隻的話應該就是百分之百就是被我們拿去換NP的料喔 欸 那其實我說真的 我們要換NP的話是不是其實可以一直瘋狂去刷這個貓咪銀券啦 然後用這個貓咪銀券來刷這些 基本貓貓 然後再讓他們換NP 好像也是一個方法齁 就是因為我現在目前來說沒那麼多罐頭的話 我就是沒有辦法一直每一次的卡池都抽 那既然還要就是提高我們的NP的話呢 那勢必一定就是可以用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貓咪的這個銀券來搞一波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子欸 那真的是該每天都搞搞這個貓咪銀券喔 我是最近這幾個禮拜開始有在就是 打就是每日的這個臉哥跟那個鋼鐵河馬啦 這幾個禮拜開始 各位 你們覺得會有幾張金券呢 拜託希望可以來個 五六七八十張吧 做夢吧 來 沒有啦 也不是說要多少張金券啦 拜託直接讓我單抽出奇蹟啦 給我的閃電傑克啦好不好 全部打開 全部都先那個 你看這些東西就是可以換NP的喔 337也其實還行 收集 42張欸 喔42顆欸 9張欸 他就讓我們原本的一張10張欸 好啦 來 各位 最後一分鐘 速刷速刷速刷 速抽速抽 貓咪格鬥家 掰掰 掰掰 欸 在跟時間賽跑欸 第二抽 貓咪探測器 掰掰 跟時間賽跑 有沒有機會 閃電傑克 拜託 哇 弓箭手貓貓短手的 再來 好緊張喔 正在壓秒欸 你看他右上角只剩下一分鐘了 八條貓 哇 這些都是NP啦 剩下一分鐘 給個超級貓貓 拜託了閃電傑克 閃電傑克 我為什麼覺得閃電麥克好像比較順口 完了 我們極劍貓 還剩下四張金券 有沒有機會 美萌貓 OK 再來 三張金券喔 貓咪陰陽師 OMG 拜託 一隻超級 一隻超級就好 軟作貓 好了 最後一抽了各位 我們這一次 閃電傑克的 最終回 B Rya 美了 才高敲貓貓 好啦 那這一次基本上我們的卡池 就會在這邊做一波結束了 那這一次全新的角色就是我們這個 閃電麥克 不是閃電麥克 閃電傑克 基本上都是打飛系列的啦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角色帥就完事了 這樣感覺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 最後的環節 是沒有拿到 剩下最後一分鐘了 也沒辦法 反正沒關係 之後還是有機會可以歪到的 好 那大家最後有沒有把它抽出來呢 你們有沒有就是 比較少少抽少少中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就是那個 戰力的這個成果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掰掰 好 Do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